欢迎大家收看天下文章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北京告诫德黑兰约束胡塞努力失败 胡塞武装继续攻击美英舰船 解码中国如何应对胡塞武装 中国经济让德国面临大麻烦 沙利文王毅曼谷会谈 双方各有所需 台湾是否会成政治筹码 美剧新上线 设雨伞运动香港观众无人观赏 请大家收看 北京告诫德黑兰约束胡塞努力失败 胡塞武装J继续攻击美英舰船 美国之音中文网 也能胡塞武装星期五一二十六日 直接向在亚丁湾巡逻的一艘美国军舰发射一枚导弹 但是这枚导弹被美舰击落 不过一艘英国商船当天夜间在相近海域 却被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击中起火 美联社在报道中指出 胡塞武装直接瞄准美国海军塔尼号驱逐舰 USS Carney发射导弹 标志着美国海军几十年来在中东地区海上 遭遇的最大挑战的进一步升级 而一艘英国商船被导弹击中起火 则意味着在红海及其附近海域 这条关键海上通道航行面临的风险进一步升高 路透社周五报道说 中国方面已经向伊朗方面提出要求 希望德黑兰对野门胡塞武装进行约束 不要攻击过往红海的商船 伊朗消息人士称 中国和伊朗最近分别在北京和德黑兰 就胡塞武装攻击红海船只和中一双边贸易问题举行了会谈 但是 胡塞武装最近两天对美军和英国商船的攻击似乎显示 中国对伊朗的告诫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 伊朗是胡塞武装的最大支持者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 野门撒纳时间星期六凌晨 美军对胡塞武装一枚瞄准红海 并准备发射的反舰导弹实施打击 一举将其摧毁 胡塞武装的马西拉卫星电视台El Masira报道说 美军的袭击发生在野门港口城市和台达附近 但是没有透露损失的情况 美联社引述一位不距离美国官员的话说 胡塞武装直接以导弹瞄准和袭击美国海军舰艇 是这支叛军自去年10月开始干扰和袭击红海商业航运以来的第一次 星期五晚间 英军负责监控中东水域的英国海事行动办公室UKNO承认 一艘商船在亚丁湾遭遇导弹袭击 并被击中起火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 萨雷亚Yaya Sorry准将承认 该组织以导弹袭击一艘商船 并将其击中起火 他说这是一艘挂马绍尔群岛旗的马林 卢安达号超级邮轮Marlin Luanda 但是他完全没有提及向美国海军卡尼号驱逐舰发射导弹一事 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五晚间证实 英国公司所属的马林 卢安达号邮轮是被从也门胡塞控制地区发射的一枚反舰弹道导弹击中的 卡尼号驱逐舰及其他盟国舰船迅速赶往出事地点 向遇袭受损的邮轮提供协助 美联社在报道中指出 胡塞武装现在直接瞄准和攻击美国海军舰艇是以哈战争爆发以来 这支叛军在红海海域最负侵略性的升级行动 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政府一直试图以较为轻描淡写的方式描述胡塞武装的袭击 强调很难准确认定胡塞武装袭击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这里面的部分原因是希望防止中东的冲突 扩大为更为广泛的地区性战争 美国及其盟友在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基地和军火库发动袭击之前 曾经犹豫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 但是现在则对其实施经常性的打击 摧毁胡塞武装已经装载了导弹 但是尚未发射的导弹发射架和导弹发射阵地 强调这些导弹构成了立即的威胁 不过即使卡尼号驱逐渐是胡塞武装导弹袭击的直接瞄准目标 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说法仍然模糊为导弹冲着卡尼号飞来 然后被击落 美联社引述保卫民主基金会军事和政治权力中心主任布莱德 鲍曼 Brad Bowman的话说 承认胡塞武装直接瞄准和袭击美国舰艇非常重要 他们现在终于实话实说了 承认 是啊 他们试图袭击我们的部队 他们试图打死我们 鲍曼说 鲍曼认为 为了防止战争扩大而将描述和回应弱化 效果适得其反 因为这反而进一步让胡塞武装胆大妄为 马林 卢安达号邮轮遇袭是胡塞武装针对红海及其周边水域航行的商船发动的最新一次攻击行动 美国及其盟友对胡塞武装发动的报复性导弹袭击仍未能下阻这支叛军的行动 胡塞武装在红海以及周边海域袭击商船严重干扰破坏了全球的航运和贸易往来 德语媒体 中国经济让德国面临大麻烦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旗下拥有多家德国地区性大报的德国编辑部网络以德国车企面临挑战 而且并非来自马斯克为题 刊发评论指出 德国汽车厂商近期纷纷指责马斯克的特斯拉电动汽车大搞价格战 而中国产电动汽车正在大举进占欧洲市场 作者警告 德国厂商必须加快电动车转型 文章指出 中国早在20年前就从国家层面确立了电动化的汽车产业战略 欧盟现在对中国车发起了未经证实的倾销指控 这样的做法并不能从长期层面保护本土的工业 德国厂商迟早要面对外来竞争者抢占空间的现实 况且中国车确实不错 因为当初德国人还在华向柴油车尾气丑闻时 中国人就已经压住电动车以及电池技术 至于特斯拉电动车是否会放弃价格战 其实并不是特别重要 关键还在于 德国老牌厂商是否能够生产出 可与中国竞争者相抗衡的电动车型 其实短短几年前 德国汽车产业还在对马斯克的特斯拉冷嘲热讽 如今却对他怕得要命 有鉴于此 德国厂商面对来自远东的竞争对手 胜算并不大 柏林出版的世界报 以为什么中国经济重挫 尤其打击德国为题 刊发评论指出 德国联邦银行现在非常担心 中国经济可能在两年内猛烈衰退9% 作者呼吁德国政界以及商界早做准备 以免倒是束手无策 这听起来未免有些荒谬 一星期前 北京刚刚公布去年的经济增长率为5.2% 德国联邦银行现在却预测 中国经济有可能在两年内暴跌9% 难道德国联邦银行悄悄地被末日一言加接管了吗 其实不然 一方面 大家都明白中国的官方经济数据已经不再可靠 另一方面 中国巨大的房地产泡沫正在破裂 这将对今后多年产生巨大影响 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 房地产市场崩溃算得上是最为糟糕的情形 日本房地产泡沫在80年代末破裂后 至今未能完全恢复 美国房地产市场2008年崩盘几乎造成了金融系统全面崩溃 只是依靠连续多年的零利率政策以及政府的巨额注资 方才稳住了局势 就算中国经济衰退程度没有德国联邦银行预测的那么严重 我们也必须认识到 中国经济今后多年都将增长乏力 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年代终于结束了 作为从中国崛起中受益最大的国家 德国将首当其冲受到影响 几十年来 德国企业销售一切中国崛起所需的产品 这拉动了德国经济增长 德国企业赚得了巨额利润 政府的税收也水涨船高 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 德国企业必须为此做好准备 开拓新的销售市场 也许还必须要转变业务模式 德国政界也要为经济停滞多年 税收不再增长做好准备 摘编自其他媒体的内容 不代表德国之声的立场或观点 美剧新上线 设雨伞运动香港观众无人观赏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一部由奥斯卡影后妮可 基德曼·尼扩·击克曼领衔主演的新剧周五 1月26日在亚马逊Prime Video首播 但由于内容涉及香港民主运动 在故事的发生地点 也是部分剧集的拍摄地点香港 人们被限制观看这部剧 据亚马逊的内容介绍 名为外籍之人 X-Tex的背景设定于2014年的香港 讲述在香港生活的三名美国女性的故事 妮可·基德曼不仅是主角之一 她同时还是本剧的执行制片人 香港01报道 本剧也邀请到香港演员陈慧山参演 更多阅读 妮可·基德曼赴港拍片免隔离遭投诉 本剧由韩裔美籍女作家李韵清 Janice White-Keeley的小说VX Patriots改编 在亚马逊影片首播 华裔导演王子逸 Lulu Wine指导 该剧的前两集对香港的观众被列为所在地区 目前无法观看 根据剧情介绍 将于2月16日播出的倒数第二集中 将出现2014年的雨伞运动Umbrella Movement 雨伞运动发生于2014年9月26日至12月15日 历时79天 是香港历史上最大型争取真普选的公民抗命运动 运动中 示威者自发占据多个主要干道进行静坐及游行 占领包括金钟、中环、望角等主要地区 象征是黄色的雨伞 是运动的主要象征 人鱼示威者面对警方以胡椒喷雾驱散时 以雨伞来抵挡 媒体便因而称此运动为雨伞运动 占领行动持续79日后 最终当年在12月15日以铜锣湾占领区 及天马建立法会示威区被全面清场作解 亚马逊网站周五将可观看该剧的国家列为全球 法新社表示 无法联络亚马逊和香港当局进行置评 雨伞运动5年后 香港又爆发了大型抗议活动 示威者走上街头 要求更多自由 抗议活动规模庞大 有时还发生了暴力事件 2020年 北京实施香港国安法 批评者认为 这压制了意见人士 加强了审查制度 也影响了香港的艺术和文化自由 2021年 香港颁布新法 要求从保护国家安全角度 对影片进行审查 批评者认为 该法进一步收紧了香港的自由空间 并将打击此间影视行业的创作活力 法新社等 解码中国如何应对胡塞武装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尝试与胡塞武装达成共识 如今 北京显然失去耐心 据路透社报道 一名北京政府代表明确呼吁伊朗 约束胡塞武装对红海航运的袭击 路透社援引一名不愿具名的中国政府消息人士表示 若中方利益受到任何损害 都会影响我们与德黑兰的业务往来 伊朗应敦促胡塞武装不要危及国际物流 中国总理李强一月中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 曾谈及维护国际供应链稳定畅通的必要性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一月十九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 红海水域是重要的国际货物和能源贸易通道 中方呼吁停止洗扰民用船只的行为 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 本周五一月二十六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再次强调 红海局势紧张是加沙冲突外溢的突出表现 当务之急是尽快平息加沙战火 防止冲突进一步扩大甚至失控 此外他也表示 安理会从未授权任何国家对也门使武力 要切实尊重包括也门在内的红海沿岸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在军事方面 中国对伊斯兰激进组织胡塞武装表现克制 美国及其盟国曾多次对胡塞组织阵地发动袭击 中国则未参与军事行动 作为回应 胡塞武装此前表示 中国商船可以自由安全地通过红海 一名胡塞武装发言人对德新社证实此消息 原因在于来自中国的船只不会停靠敌国以色列的港口 其他与以色列有关联或行驶向该国的船只则被禁止通行 中国经济受到严重影响 虽然中国商船未遭遇攻击 但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中国制造产品已经受到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波及 很大一部分的中国出口货物是由外国船运公司经手 智库中东研究所指出 中国出口欧洲的所有产品中 约60%是通过红海和苏伊试运和运输 若红海航线断裂 中国船只必须绕到非洲南端的好望角 这将使运输时间延长两到三周 这也导致全球集装箱供应吃紧 推高运输成本 因此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袭击行动 对中国造成巨大经济影响 德国阿德纳基金会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福尔曼 尤华·芬恩对德国之声表示 北京在供应链和全球贸易方面正面临巨大挑战 绕好望角不仅延长航线 集装箱价格也在迅速上涨 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大力发展出口之际 数十年来 中国房地产业一直被视为增长动力 但近期大型房地产上市公司接连遭遇困境 为了提振经济 中国政府正依赖于出口贸易 例如 中国最大汽车制造商之一上汽集团宣布 未来将有14艘远洋运输船加入其物流船队 此外 中国也依赖中东和非洲的能源供应 德国汉堡全球与地区研究所JIGA的政治经济学家 屈尔茨道夫 Nova Kristoffer对德国之声表示 危机爆发后 中国船运公司的运输成本和保险费大幅上涨 据通讯社报道 自12日胡塞叛军首次袭击霍伦以来 仅从中国到欧洲的标准集装箱运费就上涨了一倍多 达到约7000美元 中国不愿介入 屈尔茨道夫表示 为了不损害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及外交利益 中国奉行不干涉政策 但北京政府不断指出 美国对当前不稳定局势也负有责任 这加强了与伊朗等地区合作伙伴及盟友的合作关系 阿登纳基金会的福尔曼认为 总体而言 北京的政治目标是在该地区确立自己作为新的秩序力量 北京在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斡旋时就体现了这一点 在断交长达7年后 这两个中东地区的主要竞争对手于2023年春季恢复外交关系 与此同时 北京一再强调其他国家的主权 并以和平力量自居 北京宣称 美国及其盟友的行动不仅在也门 而且在整个地区都具有破坏稳定的影响 福尔曼表示 中国是自己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倡导者 对巴勒斯坦人表达的声援也符合这一点 去年11月底 中国政府发表关于解决巴以冲突的立场文件 内容呼吁全面停火指战 切实保护平民 向加沙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其中没有提到 伊斯兰激进分子哈马斯 是7日对以色列发动的恐怖袭击 该场袭击造成约1200人丧生 200多人遭到挟持 不同于德国 欧盟和美国 中国并未将哈马斯列为恐怖组织 缺乏海外军事经验 福尔曼表示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 以色列基本上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 同时也被视为美国的盟友 切尔茨道夫也持相同观点 尽管中国保持与以色列的贸易关系 但在言辞和外交上更倾向支持巴勒斯坦 这也是为了与美国抗衡 然而 缺尔茨道夫认为 北京政府也有一些非常实际的考量 因此 中国也主张尽快结束加沙战争 以避免红海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 福尔曼指出 中国对这种情况只作为有限的准备 北京在海外的实际军事经验相对较少 因此表现出低调谨慎 相反 他更倾向于 在其他国家参与军事行动时袖手旁观 然后对其进行批评 然而 这样的盘算是否能长远持续 还有待观察 解码中国是德国之声的一个系列节目 从德国和欧洲的角度 对中国在当前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和论点 进行批判性解读 法国颁布移民法 右翼内容全坦光 只剩简化驱逐罪犯 RFI法广 马克龙颁布的移民法 在今天1月27日周六的 法兰西共和国官方公报 Journal Officiel上公布 第一批实施说明已提交给各省的省长 在这个移民法的86项条款中 有35项被宪法委员会部分或全部否决 据法新社1月26日说 马克龙政府对宪法委员会删砍的结果表示了满意 因为被否决的大部分措施都是在右翼的压力下 在极右翼的支持下 于去年12月通过的 在法国宪法委员会砍掉的措施当中 包括收紧社会福利 收紧年度移民配额 收紧家庭团聚标准 尽管如此 移民法的最终文本保留了很大一部分 涉及简化驱逐犯罪外国人程序的内容 而这也是内政部长杰拉尔德·达尔玛宁 General Dominant的目标之一 宪法委员会审定的文本中 还保留了一项关于短工职业无证工人合法化的条款 该条款在去年秋季曾是争议焦点 法国宪法委员会对移民法的大幅审查否决 被右翼共和党人谴责为阻碍民主和法律政变 宪法委员会主席洛朗·法比尤斯周五晚间 在法国电视舞台做出了回应 他表示 这纯粹是法律决定 并表示质疑宪法委员会非常令人担忧 很可能在2027年 角逐总统一职的共和党L2人洛朗·沃基耶斯 Voran Walkis 在宪法委员会做出决定几小时后提出了指控 他还强调 在宪法委员会裁决后 国民议会应该有最后的发言权 阻碍民主 法比尤斯先生回应表示 洛朗·沃基耶斯所要求的正是以色列政府想要做的事 他指的是内塔尼亚湖总理试图进行的司法改革 即赋予国家立法机构推翻最高法院裁决的条款 这个改革计划引发了全国激烈抗议 法国共和党的主席埃里克·西奥蒂·埃里克·西奥蒂 则在沃基耶斯先生之后谴责宪法委员会阻碍民主 并指控说宪法委员会主席法比尤斯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相勾结 违背了法国人民希望减少移民的意愿 来自极右翼的公鸡还有国民联盟的年轻大将乔丹 巴德拉·卓登·巴德拉指控宪法委员会的做法是法官政变 法新社说去年12日该法律文本获得议会通过后 大获全胜的右翼和极右翼 其实倒也希望宪法委员会能从实质内容上推翻某些措施 以证明为了改变移民政策有必要修改宪法 法比尤斯先生说 现在没有什么能阻止议会以合法的形式再次对这些有争议的措施进行表决 到那时我们将说出我们对其实质内容的看法 共和党籍参议院议长热拉尔·拉尔歇·詹瓦尔拉扯 也敦促政府重新提交一份符合共和党与多数党之间协议的文本 但内政部长杰拉尔德·达尔马尼·詹瓦尔·达尼主动保证称 行政部门将不会再就这一问题提交法案 激进左派法兰西不屈服LFI运动的协调员 曼努埃尔·邦帕尔·曼威尔·邦帕尔则呼吁撤回这个法律 他认为宪法委员会批准的文本与议会否决的文本一致 因此不具有合法性 法专家看中法建交60年 未来难测但需对话 LFI法广 四天后 戴高乐将军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 中国的幅员辽阔 目前的价值和需求以及未来的发展 使其与全世界的利益和关切日益相关 鉴于上述原因 法国显然必须能够直接倾听中国的声音 同时也让中国倾听法国的声音 戴高乐将军强调 这一决定丝毫不意味着 对目前统治中国的政治制度的认可 法国与中国建立正式关系 就像它与处于类似制度下的其他国家建立关系一样 只是承认世界的现状 但对巴黎来说 对北京的有效承认导致放弃了与中华民国的所有官方外交接触 60年过去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关键角色 在过去的60年里 联合国安理会这两个成员国之间的力量对比 已经发生了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变化 这一周年纪念是在地人政治局势特别紧张的背景下举行的 中美竞争 乌克兰战争 近东和中东冲突 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紧张局势 中国在非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所有这些问题都在影响着处于变革阵痛中的双边关系 本次节目 请法国资深记者 专栏作者董尼德 Pierre Antoine Donat先生分析法国建交60周年的历史和现状 法广 1964年 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说与中国建交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的文化 他也谈到法国寻求在冷战美苏对抗中的法国立场等原因 60年过去了 这个决定依然是国际地缘议题上的回响依然存在 董尼德 我首先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下1964年的背景 当时在欧洲 尤其是在法国 很多人对中国仍抱有某种浪漫主义情节 认为中国是一个在艺术文学和建筑方面为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光辉国家 因此法国人仍然被这种浪漫主义所熏陶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戴高乐将军认为与这样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从经济角度来看 这个国家当时仍然非常弱小 但它却拥有四亿多人口 因此需要得到承认 戴高乐将军为什么认为承认中国很重要 当时戴高乐将军赞成法国独立于美国和苏联 因此他认为 通过承认共产主义中国 法国可以成为这些帝国主义大国的平衡力量 现在60年过去了 当我们审视中国自内世以来的发展历程时 会发现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被一种个人崇拜所包围 这种个人崇拜在很多方面都让人想起当时的毛泽东 甚至更加恶劣 因为无论是在西藏、新疆还是香港 到处都在践踏人权 中国人民至今仍在遭受着巨大的苦难 中国人都能吃饱饭 这是事实 但很多自由被禁止 持不同政见者被关进监狱数年甚至终身 就像当年的毛泽东一样 习近平是一个独裁者 必须意识到 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正日益孤立于西方伙伴 甚至在欧盟内部也是如此 现在有一种相当明确的感觉 即这些欧洲国家需要重新获得一定程度的能源独立 同时也需要与中国共同扮演某种角色 在此背景下 欧盟越来越警惕 欧盟正在与中国保持距离 因此 很自然的 多年来中国的外交战略一直是直接与这些国家打交道 尤其是对德国采取这种做法 而德国现在也在与中国渐行渐远 最后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就是法国 因此 习近平将于今年春季访问法国 他希望能像去年马克龙访问北京时那样 与法国当局 特别是埃马纽二马克龙找到某些契合点 延伸阅读 法历史学家分析五月风暴前后法治世界对毛和文革的狂热 法广 60年前 戴高乐将军谈到了对中国文明的认可 现在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强国 而法国则相对后退了不少 事实上 我们的印象是 整个世界如何与中国打交道 这个问题不断被提出 当他贫穷时 必须帮助他 当他富裕时 让人害怕 董尼德 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 因为还有我们所说的全球南部 即主要是新兴经济国家需要中国的援助 例如 有一些非洲国家 还有一些东南亚国家 如斯里兰塔 孟加拉国 甚至巴基斯坦 都非常非常依赖中国的援助 因此我们可以预计 在未来几年里 这种局面会保持不变 但对于其他国家来说 尤其是商界 在中国做生意 已经变得异常复杂 对商人来说 存在着所谓的政治风险 他们在制定投资计划时 会对这种政治风险进行评估 而在中国 政治风险已经变得非常大 中国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法律 其中最新的是反间谍法 让商人们都很害怕 因为已经有警察到外国公司的中国办事处进行调查 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在美国和日本的公司 因此 中国面具正在脱落 商界正在远离中国 尤其是西方商人 与此不同的是 1978年启动第一次经济改革的邓小平一再表示 中国人必须谦虚谨慎 韬光养晦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 中国才能在全世界交朋友 这确实非常奏效 而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 他走的是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 也就是说 正如您所说 这是一个充满征服和威胁的中国 令人恐惧 法广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 法国和中国60多年的历史 两国关系曾经有过非常非常困难的时期 例如法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奥运圣火经过巴黎时发生的事件等等 都在中国引发了反对法国的浪潮 当然还有人权问题 两国之间的关系 不能说这是一条平静流淌的河流 没有波澜 董尼德 这当然不是一条平静的长河 正如弗朗索瓦·利特朗总统当时所说的那样 远非如此 因为确实有过非常紧张的时期 特别是当法国当局决定向台湾出售护卫舰和幻影战斗机时 尤其是护卫舰 这引起了北京的愤怒 北京向法国施加了非常大的压力 由于当时涉及到经济利益 法国政府最终让步了 护卫舰和幻影战斗机被卖掉了 但从那以后 就再也没有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了 另外 中国当局在对外关系上利用所谓的民族主义 因此 当发生类似事件时 中国人民得到的信息是 中国再次受到外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羞辱 因此 你提到的2008年 在巴黎传递奥运火炬时发生的事件 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反应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为了巩固中国人民对政府的支持 但我认为 时代也在发生变化 原因很简单 中国目前正在经历一场4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经济危机 失业率不断攀升 尤其是青年失业率 虽然官方数据刚刚超过20% 但实际上已接近50% 这引发了社会矛盾 尤其是中国民众的疑虑 他们会问今天的处境如何 未来是什么 孩子的未来是什么 那些找不到工作 没钱照顾父母 长辈的年轻人怎么办 社会危机是存在的 因此 中国政府或统治一切的中国共产党的反应 在高层 就是习近平正逐渐决定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隔绝开来 这对中国人民来说绝对是悲剧性 法广 中国有问题 但还是比60年代要少 尤其是在64年 当时民众刚刚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计划 可以说中国政府非常务实 从历史上看 它总是会通过封闭或威胁或其他一系列措施来找到解决解决内部危机的方法 那么法国在这一切中的角色是什么呢 董尼德 我认为 尽管各国与中国之间可能存在各种困难 但我们永远都不应该中断对话 对话是非常重要的 即使今天很难与习近平展开对话 当你与习近平对话时 你实际上是在为未来下注 换句话说 你所传达的信息不是给习近平的 而是给今天的中国人民的 最重要的是给子孙后代的 这就是为什么对话仍然绝对重要 因此 今天春季习近平出访法国时 将带着至少200名保镖来到巴黎 以确保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并确保街头示威活动远离他和他的豪华轿车 他在旧金山会见桥拜登时就是这么做的 但我认为 尽管如此 法国必须继续与中国对话 法广 您的新作书名为中国 幻影帝国 如果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两国之间这60年的关系 可以从中学到什么 换句话说 当马克龙总统去中国的时候 你能对他什么建议 董尼德 我认为马克龙总统需要明白 当他对北京进行国事访问时 他只是被吸引住了 他在习近平的手掌心跳舞 意识到这一点时为时已晚 但事实上 他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因为这正中中共下怀 也让法国的一些合作伙伴非常生气 尤其是美国 甚至日本和欧盟的某些国家 因此 他必须非常谨慎 我希望他会这样做 得最大贸易伙伴地位不保 中国或让位给美国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中国今年可能不再是德国的最重要贸易伙伴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GTAI 在本周六 一二十七日 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写道 中国在对德外贸中的主导地位 正在动摇 根据这份报告 去年的进出口都出现了大幅下降 导致德中贸易差强人意的主要原因是 中国经济的不景气 GTAI发布的报告指出 这主要归因于中国的房地产危机 与美国的地缘政治风险 以及工业投资的减少 另外 德国企业也在改变其在中国市场的策略 一方面 他们试图在采购中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另外一方面 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关注本土市场 奉行在中国为中国的新战略 这都给德中贸易带来影响 更多阅读 德国与中国 摇摆在搞贸易和去风险之间 种种背景之下 根据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的估算 去年德中进出口总值下降了15% 认为2540亿欧元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德美之间的贸易往来 根据不同的计算方式 作为贸易伙伴 美国仅仅落后中国10到20亿欧元 如果在2024年这个趋势持续下去 美国将超过中国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去年德国从中国进口的下降尤为明显 根据预测 与前一年相比 德国从中国的进口量减少了19% 化工产品的进口锐减了70% 德国在家具、纺织品、服装和鞋类等方面的进口也大幅减少 而汽车以及汽车零部件的进口是例外 该部分德国从中国的进口增加了近36% 报告称 去年中国仍是德国的第四大出口市场 不过 据GTAI称 中国的重要性正在下降 例如 在汽车、化工产品和药品的领域 德国对中国的出口急剧下降 更多阅读 中国对德国进口为何没了胃口 德新社 沙利文王毅曼谷会谈 双方各有所需 台湾是否会成政治筹码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捷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 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1月26至27日接连两天在泰国曼谷展开会谈 两人关注的焦点分别是鸿海局势与台湾议题 分析人士指出 鸿海局势动荡冲击到北京利益 美中有合作的基础 但北京不满台湾的大选结果 势必要求美方约束台湾总统当选人赖清德 分析人士说 这恐非华盛顿能接受的交易筹码 沙利文和王毅1月27日在曼谷结束两天的密集会谈 这是两人继去年5月与维也纳、9月与马尔他后的再次会面 也是台湾总统大选过后的首都会面 对此次的曼谷会谈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主任格莱怡 以书面方式向美国之音表示 沙利文和王毅的沟通渠道是管理双边分歧 并落实两国元首共识的重要机制 美中高官会谈关注鸿海与台海局势 分析人士指出 中国必将在台湾问题上向美国提出交涉 但是双方不可能达成交易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 爱德利安·沃森·埃尔·瓦森 1月26日发布声明称 这次会议延续了美国总统拜登 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2023年11月武德塞德 Woodside Summit的承诺 即两国保持战略沟通 并负责任的管理双边关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也在1月26日的例行记者会表示 王毅同沙利文之间保持战略沟通 是中美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在新一轮会晤中 王毅将就中美关系 台湾问题等表明中方立场 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 同美方交换意见 华尔街日报1月25日报道 沙利文将与王毅讨论 野门胡塞武装攻击红海商船的问题 一日 路透社报道称 中国官员已经要求伊朗 西亚德黑兰对胡塞武装袭击 红海过往商船的行为进行约束 否则将影响到中意间的经贸往来 华府智库史听生中心东亚计划 共同主任孙韵以书面形式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沙利文和王毅的会面引起高度关注 而红海一提为这次会面的重要议程 红海攸关中国利益 北京有意出手降温 红海航线承载着全球约15%的海上交通量 自去年11月中旬以来 胡塞武装以声援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为由 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红海国际航道 发动了至少34次袭击 造成世界经济的巨大损失 美国多次向中国喊话 希望中国发挥建设性作用 遏制与伊朗结盟的胡塞武装组织 不再袭击国际航运 过去十年来 中国一直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 去年伊朗出口的原油90%消往了中国 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黄奎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中国的经贸实力足以对德黑兰及其支持的胡塞武装组织 发挥一定程度的影响力 所以美方也希望透过中国斡旋 缓解中东局势 黄奎伯说 美国现在使用非常有限度的武力 因为美国也不想更多地涉入在红海这个地方 所以美国必须要找一个第三方 能够让情势获得明显的管控 这时候北京的角色相对就更新重要了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颖则表示 红海是欧亚航运的重要交通要道 即便中国的商船未传出遭到袭击 但船只保险费用与绕道的燃油成本都因风险剧增而拉高 也会影响到中国的利益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于1月26日的记者会上表示 红海水域是重要的国际货物和能源贸易通道 中方一开始就为缓解红海紧张局势做出了积极努力 呼吁停止洗扰民用船只的行为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 推动局势降温 维护红海地区的安全稳定 庄家颖认为 中东局势若升温 将电高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 一旦能源价位走升 对中国已然严峻的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 因此 就自身利益而言 中国也有意愿让红海局势稳定下来 当然也可借此 向美国争取在台湾问题上让步 黄奎博也研判 美中分从不同管道 持续就台湾问题进行所谓的护兰式国安对话 因此 在沙利文和王毅的曼谷会谈中 稳定红海局势的重要性 优于台海 不过 他也表示 若在红海问题上 美国对北京有所求余的话 北京不太可能平白无故出手帮 台湾问题恐成为北京用来叫板的筹码 台湾问题上 美中分歧依旧 对此 格莱伊强调 即使北京寻求和华盛顿达成涉台的协议 拜登政府也不会奉陪 孙玉也说 美国不会在台湾和区域热门议题上与中国进行交易 也不可能对习近平在旧金山峰会上所提出的 停止对台军售 支持两岸和平统一等要求 做出让步 中国是台湾为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则坚持自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政体 有自己的宪法和民选领导人 北京多次重申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也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台湾刚于1月13日完成总统大选 民进党的赖清德将于5月入主台湾总统府 开展4年任期 并迈向民进党的第三届执政 各界研判5月20日赖清德正式就职前 美中将持续针对台湾问题积极对话 管控危机 孙韵强调 其实在赖清德的竞选过程中 美国已非常小心地进行管控 赖清德去年7日于一场造势场合中提到 台湾不放弃持续走入世界 朝向白宫这个方向 台湾总统可以走入白宫 我们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就已经达成了 尽管赖清德在竞选过程中 刻意淡化台独色彩 但是这番言论一度被视为显露其台独倾向 美国自1979年与台湾断交 并转向与中国建交以来 台湾总统 副总统等高级官员 即受到不得到华府进行官司拜会的潜规则限制 金融时报7月19日报道称 台湾总统走入白宫的赖势论调 一度引发美方关切 更要求台湾进行澄清 北京旅称赖清德为顽固台独工作者 只会给台湾带来兵兄战威的前景 不过 北京于台湾大选期间 行诉的战争与和平之选论述 普遍引发台湾选民反感 反而有助于赖清德的胜选 汪文斌在1月25日的例行记者会上 也针对美国海军飞恩号区逐渐过航 台湾海峡一事做出回应 他表示 中方注意到 台湾地区选举结束之后 美方采取了一系列消极言行 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庄家颖认为 中国和民进党政府没有沟通对话的空间 而赖清德又标榜青美 让中国自然只能透过美国出面 来约束赖清德 但这也凸显出美中双方的认知差距 庄家颖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可能也希望说 美方约束这个将要上任的台湾新政府 不过这些事情 美方未必想做 也未必做得到 因为毕竟选举结果是台湾选民的意愿 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对本文亦有贡献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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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